约翰福音第24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翰福音10章1-21节 主是好牧人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娶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 又起了纷争 内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着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附之人 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在当时的背景里 牧羊人为了让羊 晚上有地方可以休息 不让羊群四处流散 并且保护他们 晚上不受野兽的侵袭 就制造了羊圈 羊圈通常是一个四周 用石墙 栏杆或篱笆围起来的空地 仅有一道门 可供人与羊进出 而当时的牧人 在引导羊群的时候 不是在羊群的后面驱赶他们 而是走在前面 让羊群在后面跟随 而到了夜里 就横睡在羊圈的进出口处 任何人或羊 要进出羊圈 都必须经过它 因此它就成了那个门 在这段经文中 耶稣是想要用 牧羊人和羊 来比喻它和我们的关系 我们是羊 而耶稣就是那牧羊人 首先耶稣提到 羊群对牧羊人的反应 与羊群对陌生人的反应 是很不一样的 看守羊圈的看门人 会认得羊群 而羊群也能够分辨出 牧羊人的声音 且会跟随它 不但如此 牧羊人的生命 是和羊群连结的 如果是故宫 因为生命没有和羊群连结 只是为了赚钱的目的 所以当羊群遇到危险时 故宫就逃跑了 但牧羊人因为生命 与羊群连结 所以他会在危难之时 尽力保护羊群 甚至愿意付上性命的代价 并且他会期待 把所有的羊领回来 这段经文可以看见 耶稣自己表达和我们的亲密关系 他是那样尽心地来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 能够分辨出耶稣的声音 当我们在生命旅程中 迷失方向时 不用胆怯 因为耶稣是牧羊人 他在前头引领我们 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不用惧怕 因为主是好牧人 好牧人愿意为我们舍命 主啊 我感谢你把我圈在羊圈中 让我在生命面临危难时 可以不用担心害怕 我确实知道自己是被你保护的 求你也帮助我 可以与教会的肢体合成一群 一起为神的国度 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 道读神的话 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阿们 主啊 是的感谢你 你是好牧人 你为了救我们 道成肉身降世在这世界上 我们感谢你 阿们 是的主 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你认识你自己的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亲自成为我们的牧人 阿们 主啊 谢谢你亲自成为我们的牧人 主啊 你就是我的牧者 你认识我们一切的需要 在你里面必不至缺乏 阿们 主啊 我感谢你 你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道路 凡是从你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阿们 主 是的主 谢谢你 按着我们的样式 你来认识我们 主啊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你是照我们自己的形象 本相来接纳我们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你认识我们 按着名呼召你的羊 你认识我们 连我们的头发 你都稀数过 谢谢你如此的恩典 谢谢你如此的看顾 阿们 主啊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因为你说你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谢谢你全辈的救恩 拯救我们到底 阿们 谢谢你全辈的救恩 拯救我们到底 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你 给我们的爱 来回应你 因为我们也要来跟随你 因着你对我们的认识 我们要来认识你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来更深的认识你 主啊 开启我们的心 更多的体贴你 贴近你 不只是在读经 祷告中 知识上的认识 愿你吸引我们 贴近你 亲近你 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